文静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啊 就是蓝教授的儿子天明 天明 这是咱们家新来的保姆 刘文静 文静 菜做怎么样了 最后一个菜了 晚上就好了 做完之后一块过来吃 今天蓝教授的儿子过来 不用了 小雨姐 你们先吃 烟醇辣肉 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文静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啊 就是蓝教授的儿子天明 天明 这是咱们家新来的保姆 刘文静 你好 来 天明 快吃吧 明天有一个会 你跟我去吧 明天我没时间 对了 家里边有没有冰的饮料啊 哦 文静 没事 我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这是你家 你 你 你姓刑 那为什么蓝教 没事 这不是我家 我记得你不是有一份 前台的工作吗 那份工作 第一天就丢了 后来我遇到小雨姐 小雨姐说她在找保姆 我也挺喜欢现在的工作的 我也挺喜欢现在的工作的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呢 我得挣钱 还薇薇薇包的钱 还有房租钱 小叔 我求你别告诉浩子 她要知道我在骗她 肯定很生气 大家吃完份 我就把碗刷了 刷完之后我就告诉小雨姐 我不干了 这是你的工作 我无权过问 但你要记住 你是在靠自己的辛苦工作赚钱 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 光明正大一点 至少你看到我不用像做宅似的好吗 在你下边的柜子里有一个冰箱 你把它打开 帮我拿一罐苏打水好吗 谢谢 要喝的话自己拿 对不起 因为 Follow bakın